ZC香农会推动绿色照护战计划第二年 结合了台北省无科大时尚造型设计系的老师 承受趣味毛巾礼盒 让原本拿来洗澡擦脸的毛巾 可以变成小熊玩偶糖果等造型 老人长辈趋之若鹜 很认真努力的折毛巾做造型 笑着说要给孙子当儿童节礼物 毛巾也能变成可爱的小熊玩偶 甚至也可以折成糖果等等的造型 令照护战的老人长辈趋之若鹜 认真学习 卖力的折毛巾 笑说要送给孙子当儿童节礼物 这个是我讲台语阿不多 阿不多 阿不多 毛巾毛巾毛巾 小熊啦还有做那个糖果啦 还有做这个巧克力盒子啊 这样啊 你拿来擦身体怎么变成小熊 对啊 你看 做还没有完成啦 蛮好玩的啊 虽然农委会110年度绿色照护站 补助计划还躺在中央 不过瑞士江农会仍决定先行开站 提供农村老人长辈一个共学 共参的服务之外 今年也结合台北行物科大 时尚造型设计系老师 规划六堂的学习课程 今天这一堂课则是传授趣味毛巾礼盒DIY 因为每一次的课程我们就针对说像愿意走出来然后可以动动手 然后做一些比较趣味的东西 瑞士江农会配合农委会老农照顾服务政策 今年继续推动开办绿色照护站 相当受到农村老人长辈的喜爱 今年参加人数暴增到了60位 绿色照护站管理员刘玉伟说 今年度也结合了各方设置与资源 规划多元课程 让农村老人长辈共学共同成长 那我们缺乏毛巾礼盒的话是使用毛巾 然后帮它折成各种的动物啊 糖果各种形状 那其实我们想训练长辈的手力跟脑力激荡的部分 绿色照护站每周135的课程丰富多元的内容 也令农村老人长辈相当期待 大家一起开心的共学共餐共老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